跨境中學生星期三起恢復來港上面秀課堂 由中學校長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大部份跨境生早前已回港上課 學校會輔助跨境學生適應重返校園的生活 另外我們的班主任的腦資歷 都會特別關注這些同學上課時的適應問題 因為以我來說它都是網課 實體的課已經三年未試過 甚至我們剛剛有一個學生 其實它已經有三年沒有回來 亦都應該照正常去到中四 但是它在內地上課的時候 都覺得不是很理想 剛剛就申請上課再讀書 但它的程度跟不上 它會讀中二 亦都有其他學生 甚至在內地讀書後都不回來 跨境生來港上面秀課堂 在2月22日會擴置小學、幼稚園和特殊學校 由家長會主席反映 跨境生過關需要因應內地要求 提交電子健康申報表 對於低年級的學生而言大來不便 幼稚園的學生 出境入境都需要遲 和小朋友的態勢 但手機都不太好 它表示目前有些家長 仍未娶得探親症 未能陪小朋友上學 它星期二已經與深圳海關見面反映 希望容許低年級學生 提交子本健康申報表 對方表示會向上級反映 第四次 第四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